喔 揍得好好喔 喔 好可愛喔 為什麼大概超點假 那你也練的 小心機就這麼重 突襲觀眾是一個真稿系列節目 目前已經來到第32集囉 這個垃圾 可以不用把垃圾 可以了可以了 你們太熱情了 我們會去開箱觀眾的新家 藉由各型各色的人 他們的經驗和想法 提供給正在買房或裝潢的人一些參考 選個兩張好 妙下老闆喔 這對江翠北的印象是什麼 會任路的話 我第二次走過來這邊 我覺得離那個江子翠間 真的蠻近的耶 如果你也喜歡偷看別人的新家 欸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我的鞋櫃 欸 你可以不用開鞋櫃 沒有喔 嗨 大家好 我是阿鴻 嗨 我是真真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你有 具有 Ryatt Rachel的新家 四個人啦 沒錯 四個人 而且名字都有點像 首先呢 這邊呢是玄關 這邊是客位 然後這邊是餐廳 主房 然後這邊有兩間房間 最後呢 這邊是客廳 然後這邊是主臥 結束 欸 他們家是有兩個陽台的喔 喔 工作陽台在這裡 不錯 好 以上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嗎 他們家的櫃子跟所有的東西 都是做到頂天的 欸 對耶 而且其實他們的跳高算蠻高的 他有裝調整室的設備還是很高 大部分的收納其實都還是集中在玄關那一區 最神奇的點是 比有兩個小朋友而言 這個家未免太乾淨了 你在辦案是不是 我們家呢 全裝是32.12坪 然後公設是31坪 所以呢 我們的室內大概是20坪 如果扣掉前後陽台的話 在同胞這邊呢 我們是花了120萬 那原本的格局呢 是2加1房 利用課編的時候呢 把它改成小三房 因為我們家 剛好有就是一男一女 是不同性別的小孩 欸 你會一起來啊 我比較不緊張 我 我要 嚇著 要抓肚子 後來呢 會選擇同胞的原因是因為 我發現自己其實 對於整體的裝潢風格啊 我自己其實是已經有一些想法的 好 我們先從玄關開始 行李箱啊 就是直接收納在上面 就是我們都有 把我們的行李箱 算好尺寸 然後把它放進去 穿鞋等給弟弟 然後讓他可以在這邊 好好的坐著穿鞋 但是呢 後來發現這個空間不錯 因為如果像我們有買 有一些包裹 最後就把包裹放在穿鞋裡上 吸塵器還有安全帽 其實在玄關這個地方 也許可以多加一些燈 你知道嗎 喔 因為這邊沒有燈 玄關剛好也是採光比較 缺乏的地方 對對對 我發現你們家很低落 就是除了線條感之外 你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頂墊的 頂墊是因為我先生啊 他自己很怕有落成 這個房子其實挑高3米6 像前面這個玄關櫃啊 我們當初是想要做 有點懸吊式的 但因為它太高了 所以可能整個牆 是沒有辦法承受 那個櫃子的重量 然後就是讓它整個是落地 居然塞了下一整個行李箱 28吋了吧 可是可能真的是因為我們比較高 有一次只來了一個師傅 然後師傅看完我們家 就跑了 他跑了 然後他就打電話 罵我們的同胞說 你在漢場沒有兩個人 怎麼坐得起來 像我們如果想要換什麼 全熱的濾網 還有冷氣機的濾網 可能這邊就是需要比較高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餐廳 其實我們當時課邊的時候 我們是把我們所有的門片都退掉的 對對對 我們就是為了想要讓整個餐廳跟客廳 是融為一體的感覺 他本來的門是在靠近這邊 所以我們有調整門的位置 當初其實也有考慮說要不要全市都是塗上這種灰色的 烤箱 對對對 但是又覺得好像太暗了 然後我們想要讓餐廳那是比較明亮溫馨的感覺 我們這一面牆啊 其實當時我們本來是想要做那種特殊塗料 這個這個我要講 對 對 然後但是後來其實我們看了一下各主朋友要搶的那個Sample 他就不喜歡 然後我就我也不懂到底那個 差別在哪裡 那個Sample跟他理想 ideal的那個到底有什麼差別 他就說不對不對 就是不對 我一直幻想我的家是 斯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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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報價給我 然後我以為那是斯曼特 就是已經準備要有期的時候 他跟我說是台灣清水膜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清水膜的感覺不是我想要 我想要再細膩一點 後來他跟我提案說就是用噴漆的方式 然後我就覺得對對對 這是我要的 令我意外的是他連這個電箱 都一起吐了 對 我們本來想要買一個洞洞板 然後把這邊改掉 後來發現他塗完之後 我們好像也不用買洞洞板 因為他那個線條感 跟這個的線條感很接近 對 我們這上面其實是有個門縫 他為了要正門 他沒有那麼突兀 所以我們在電視牆上面 有國家的秘款 發現他們家有一個密室 是嗎 你確定你 對 對 其實我們從玄關進來 其實是這個天花板應該是最低的 隨著你進來這個空間之後呢 就是你的天花板要越來越高 那你也會有一種空間比較放大的感覺 其實在工領域啊 做釣影是還蠻好的 它其實也會讓整個空間感是比較利多的 就不會多一台機台 對 條高真的很高耶 剛剛有發現說 這上面有這個釣影師設備 但看起來是超高 我其實第一次 找到屋的時候 一走進來這個房間 我想說天啊 這怎麼這麼高啊 那當時呢就是 因為我們考量到說 就是可能我公婆會來我們家吃飯 然後我們也會邀請很多好朋友 就是選擇了一個長凳 在討論吊燈的時候 也是找了蠻久的 希望它是比較簡潔的 然後上面的線 是比較那麼複雜的 同胞其實蠻好的 他有跟我們講了一下隱藏門的一些缺點 如果水平不夠的話 它其實是很容易壞掉 你會聽到蠻多案例是 欸它有點歪掉 它就關不上了 再來它其實非常重 像我們家弟弟有一次在我房間 他的腳就被夾傷 被隱藏門夾到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小朋友的話我就還是給他們 就是最簡約的這種感覺的門 我其實最喜歡的是 更細框更窄框的門 設計師跟我說一個很大的缺點 他說你就沒有辦法 裝這個精靈 喔 我很擔心小孩 青春期的時候就給我甩門 然後浮現我國中各種甩門 是不是 是 曾經講很多很生活的戲 對 都是我們曾經發生過 你已經甩過門 你已經甩過門 喔你會這樣 我會這樣鎖門我也是 那接下來客廳 電視這邊的話其實我們的系統版 其實當時有刻意選擇 跟就是我們的餐桌 是一樣的色系的這種系統版 那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說 大家其他的顏色就不要太多 感覺起來就是會比較主題性一點 那我們希望就是黑灰板 深色的玻璃跟我們前面的那個茶鏡 其實是比較想呼籲的 還有Switch 現在的小朋友怎麼這麼好命 你已經變老人了 是嗎 可以再講說 小小年紀就可以有 電視遊樂器 為什麼不是 會講電視遊樂器這個字 是不是也很老 老 對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的掃脫機器人在這邊 大台耶 我們一開始想要把這個掃脫機器人放在玄關 我們一開始想要把這個掃脫機器人放在玄關 但是我就突然間在網路上面搜尋到一張圖 因為掃脫機器人其實就讓它應該是在那種最極端的角落 那我們就開始往這樣的方向去做規劃 喔 這是也是吧 對 它把這一塊拆起來 對 沒錯 你會很需要很常搬這個嗎 它大概一次的新水箱跟物水箱 大概都可以滿足兩次的土地 全部都是一條線一條線 從玄關那邊就看起來覺得其實很齊 如果是喜歡整齊的人會喜歡吧 那你可能不喜歡 我不可能 其實65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我覺得是剛剛好啦 但我太太還是覺得太大 三米 這樣是三米 這樣是三米 你知道我們沙發小到 我們沒辦法全家座在那裡 有 有 我剛好發現會跑沙發 等一下告訴你會死我 你們知道我們沙發其實已經非常的 小 所以我其實不希望它再有 有預留那個窗簾盒的空間 它是可以上下都開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它其實 還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還是要抓一下 預留一下這個空間 像我們這個整個放下來 它就會有點卡到 我們的掃脫機器人 比我還短 你的臂展太長了吧 這兩條線我覺得好像 還是沒有那麼漂亮 如果它是智能型的話 就會讓整體會更有質感 線條再更少一點 對對對 我自己覺得啦 我喜歡這一個 洗手台 它的洗手台下面是空的 它在這個角度很可愛 這感覺是它自己裝的 其實它們的仰台小巧的 但是就很涼 擅自坐在這邊 然後對面那個工地的灰塵 不知道 你看 它這個就是 這邊又做一片木座擋住 隱藏式的 對 所以它有稍微往 這邊推了大概 十公分 其實我們還是 維持原本肩上 給我們的這些東西 在這一區的空間利用上 我們就是跟 我們的同胞公司這邊說 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收納可以再多一點 我想要放一個微波爐 所以我們就 又去宜德利 每一個直接現成的櫃子 那因為這個櫃子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剛好符合我們 因為它又是白色 然後又有一點鏡面這樣 哇 喔 真的很重的欸 對 但是其實我們設計 是用蠻好的那個鑼鏈 所以其實就是開門是很順 我要不要阻擋你小朋友 好好好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你是守門員 好好好 我們這邊也是有課辯過的 它本來這個區域其實也是屬於那個 廁所 那我們其實是把 本來主臥裡面是有附浴缸 那我們就是把浴缸給退掉 所以我們的浴室就只剩下洗手台跟馬桶 就是我們變成一套半 那就是為了想說再有一些空間呢 是可以再放電子衣櫃這樣 對對對 他就是覺得他的西裝啊 他的襯衫 他剛穿著 然後 我們也多一些空間可以做收納 他們現在在整理浴室 所以我們在浴室裡面花了一些錢 洗手台就是我太太一開始就已經看中這個牌子 就是Color 下面有個感應 其實過去之後 它的上面其實會有一個燈條會亮起來 它內側其實也是一個鏡子 然後旁邊也是一個鏡子 所以其實我在睡頭髮的時候就是 我就可以這樣子對著鏡子來做整理 包含它這個小架子 它其實就是要讓你把吹風機直接靠在上面 喔好酷喔 就是我覺得說做得很穩固 在這邊只會看到有一個小小的洞 就比較美觀啦 就有點像那種一體成型 對 那要慶的話是往這裡面洗的 臉感有點長不好意思 再來這邊是陽台 搭裝了一個就是 專門來洗他們鞋子的洗衣台 後面其實是工地 所以其實會成蠻多的 大部分就是烘好衣服 對對對我就把它拿走 就是我自己的想像這邊是同趣區 那你有看電視上那個姊姊拉大提琴嗎 沒有 欸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這是 鬧鐘 然後這裡有一個收納空間 喔 放得很整齊 對啊 這都是你自己整理的嗎 媽媽也有幫我整理 這裡其實本來是 媽媽想要讓我坐在這裡看書 我發現這裡光線不太充足 所以就把它改成放我的樂器 然後有時候還會掛衣服 喔 它其實是一個衣櫥 我書桌 有很多書櫃 書櫃 還有很多書 一般都是漫畫 書桌椅也是藍色 喔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 喔 欸這裡面都是藍色的 這兩層 然後讓它自己釣魚 兒子再大一點就會修你了 這個媽媽怎麼可以幫我的衣櫃 他應該不會吧 果然 他就說媽媽你幫我修好不好 我會想說 他是這樣子的兒子嗎 對對對 那我們買的這個區 就除了離江翠結尊站很近之外 其實離新埔名聲站也蠻近的 喔 環狀線 對 是在我最近他餵你的 對 就是我們不會只吃江子翠結尊站那邊的機能 我們也吃四圍路啊 然後這邊有個育林夜市 當時大家就已經知道說 重畫區的概念會變成是一個 重新可以拓展它的街道 對所以當時來看的時候 當然你去想機能性 你就不可能是享受現在的機能性 它一定會是未來過往幾個 成功的重畫區的案例 其實到後來它的發展性是讓大家覺得 它的居住環境又很漂亮很舒服 走在路上的時候會覺得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感情是你喜歡的 我好像真的在跟研究房地產的 他講得好專業喔 買重畫區啊 其實有一個地方就是也要特別注意 就是還是要去看一下整個都市計畫 代銷會跟你說 喔這一區是公園綠地 或者這一區呢是國小預定地 因為像我是有地緣關係的人嘛 那我就知道說這個地方 是不可能再有新的學校 像他說的預定的公園綠地呢 就是原本住在那邊的人 他們是不可能走的 就既有的維艱務是沒有辦法拆除的 因為就是地權是政府 但是它地上屋的產權是那個死人的 已經沒有辦法塑及寂寞 或者是政府願意發展這一塊 讓它徵收才有機會 之前住單水 那相對來說就是通勤事件 就會變得都會來得比較便利一些 就在這裡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會太早回家 就是欸你怎麼已經在家了 我會有點驚訝 這裡啊因為公園蠻多的 然後旁邊又是自行車道 就是常常約朋友一起去公園玩啊 或者是一起去騎自行車 就是我們可以不用一天到晚 就是只是待在家裡看電視 然後可以做一些戶外的 喔因為這邊綠地比較多 對這我覺得是很意外的收穫 他常常約著他的朋友一起出去玩 其實他很早他就有寂寞性的 就是他在結交這附近的朋友 每次就是要很遠的就是跑過來這邊 然後再很遠的回家 就是讓我體會到 喔你看如果假裝能住在這裡的話 你就不用走 喔原來是這樣 溫水煮青蛙 對 你就是那隻青蛙 對 以上就是我們家的介紹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為什麼你們會講 太會了吧 那他其實是可以就是當作是一個照明燈 但只是因為我們的浴室本來就已經很小了 所以他其實這個照明燈好像在我們家 好像存在意義沒那麼大 所以我就把他關起來 哈哈哈哈 你剛剛展示的 你很會用一些那種很溫柔的聲音 你會哭成 講一些干話 對講一些干話 對講一些干話 非常好